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0年11月推出 最初是向两年内转售的住宅征收 2012年10月再有加强版 转售期限延长至三年 税率有一成至两成 简单来说 次货时间越短 税率越高 楼市转世 市场分析普遍预期 未来楼价下跌最少一成 个别更加认为跌幅可以达到三成 有沽放压力的业主 短线转售 不等够三年又有没有好处呢 要看看预期有多大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再跌10% 其实是打磨的 因为其实楼价由高峰其少 现在跌了大约4% 再跌10% 加上15% 这件事会否发生呢 因为上次大约跌了13% 不想看吧 如果由现在来到 如果现在还是沽沽的话 有SSD就10% 但还有交易成本 所以他要计算是 我现在放的 我给了离印费 给了代理费 例如600万元的物业 应该跌10% 可能是12% 粗略地计算 所以才算是打磨 纳米楼的风险真的大 因为以往楼价高的时候 银码比较小 人们想买楼就不买这些 但现在楼价下跌 你看到现在有400万元的盘 都出现了 哪一区都不重要 比较远一点 所以人们有选择 当然住大一点 我怎会注意到纳米楼 所以你的势头真的多不对路 我觉得这些应该要早走早着 看看你是自住或是出租 你自住的话也要运屋住 如果你出租的话 也要看你套现了笔钱 输了那些交易费用 你接着笔钱要做什么 你说买股市 现在风浪很大 可能随时会虧 然后你卖了物业之后 没有了租金回报 租金回报 当时你卖了楼价 仍然用当时的楼价 做租金回报 租金回报应该比现在银行的定期更好 他应该要想起 计算成本 所以不只是说我已经卖了之后 我给了SSD 但避免楼价下跌的风险 但我跌了之后 你知道在账面上有损失 你持货是没问题的 出租没问题的 那时候未必是需要做 这个卖的动作 如果是投资者 本身持有多过一个物业 而单位在2016年11月 双倍印花税 DSD 或一条高去到一成半之前买入 如果不是急于套现周转 李兆波建议可以再观望 衡量如何重整自己的投资计划 因为他以前买的物业时 那些税款是低的 你买了之后 你再买是要付高的税 问题就是你再买的时候 付高的税 而始终物业价格也是高的 很大 你放弃了一个便宜的东西 你买很贵的东西 其实就不是这么值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